哈喽大家好,我是龙2 今天360在北京召开新品发布会 正式发布了旗下N系列的最新旗舰机型N7 Pro 以及一款定位千元级别的新机N7 Lite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现场体验一下这两款新品 OK,我现在手中拿到这一台就是珊瑚红配色的N7 Pro了 我们看到新机采用了金属中框加双面玻璃的机身设计 机身轮廓上相较于前代更加硬朗方正 新机正面配备了一块5.99英寸18比9的无榴海全面屏 顶部额头中设计有一组1600万加200万像素AI双摄 听筒以及光线距离感应器 底部取消了实体按键采用了首饰或屏内虚拟按键的设计 手机背面N7 Pro没有延续N7的全金属机身设计 而是使用了时下较为流行的玻璃机身 顶部的1200万加200万像素双摄像头采用了横向排列的独立设计 指纹识别则位于背部中间 另外N7 Pro背部的玻璃镜面效果明显视觉上非常好看 但这样做同样也会很沾染指纹 就如大家视频中所看到的这样 手机的中框采用了金属材质黑红搭配视觉效果不错 底部N7 Pro除了采用USB Type-C接口之外 还保留了3.5mm耳机接口比较实在 比较特别的是在机身左侧SIM卡开孔处 还专门印有360 Design的字样 看来360对于N7 Pro的设计还是很有自信的 在配置方面 N7 Pro搭载了骁龙710处理器 6GB的运存64或128GB的存储空间 同时内置了一枚4000毫安式的电池 价格则是定在1999元起步 而N7 Lite作为一款定位千元级别的机型 其整体外观风格与N7 Pro保持一致 采用了双面玻璃加金属中框的设计 正面同样配备了一块5.99英寸18B9的全面屏 屏幕分辨率为2160x1080 机身背部N7 Lite的双摄像头 同样是横向排列放置在机身左上角 闪光灯位于摄像头的左侧 而且整个相机模组与背部持平 没有出现明显的凸起 在接口方面 N7 Lite较为保守 依旧是传统的micro USB接口 没能用上Type-C还是有点遗憾的 配置方面 N7 Lite搭载了骁龙660AIE处理器 同时提供了4GB或6GB的运存 3264或128GB的存储空间 可供选择 内置4050毫安式的电池 价格则是定在1199元起售 整体来看N7 Pro和N7 Lite这两款新机 在颜值方面相对于 此前的360手机来说 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 那关于360的两款新机 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更多有趣的可以自信及数码体验 欢迎赞马关注微调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比较小伙伴 要渐转开